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主题呢就是 可以给我生活带来幸福感,让我放松解压的一些单品 这个主题有很多同学留言说想要看 其实我非常可以理解,因为现在不管上学还是上班 我相信工作压力和学习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 很多同学呢都会想要在空余时间找到一些可以解压 然后放松,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些单品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生活习惯 或者我生活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就让我们看看我都分享什么单品吧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肯定不陌生 就是香薰蜡烛 我觉得香薰蜡烛如果选到你很喜欢的味道的话 真的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愉悦 然后也会有减压的效果 其实我点香薰蜡烛已经有很多年了 但是我点的次数不会像大家想象那么多 假如说在家里面做完饭 我觉得屋里面的空气或者说味道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都会点香薰蜡烛 大家如果在家具店或者一些超市看到这种 我觉得也挺可爱的 就是它是放蜡烛的 平时假如说你的蜡烛是这种小的蜡烛 它的装饰性不是很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种有装饰性的这种容器里面 然后看起来就会更好看一些 然后下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水杯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水杯 然后每天提醒自己喝水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喝水不仅可以帮你的皮肤排毒 也可以帮你的身体排毒 在家呢我都是用这种有吸管的 我觉得比较方便 会让我喝水的频率提高一些 外出的话我会用这种有盖子的 这种呢就是它的手感非常好 而且别看它就是很细一个 其实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可以保证一天的喝水的量 其实喝水这个习惯 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好看 很喜欢的水杯的话 是完全可以坚持下来的 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 例如说一天要喝四五杯这样子大小的水 坚持个几个礼拜 你完全就可以看到你的皮肤会更有光泽 然后你的身体也会更好 下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也是基本上我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单品 就是发押壶 发押壶呢之前我在微信公众号也写过 咖啡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我一天的精神都非常好 而且还有去水肿的效果 我觉得用法押壶做出来的咖啡真的非常的节省时间 然后也很简单很容易上手 下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的香水架 我的香水架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这种托盘架组成的 放着我一些正装的这个香水 还有一些香水的小样 还有一些我收集的这种很小的这种香水 每次我看到它都会觉得心情很好的一个 放在我这可以有一个装饰的效果 香水呢 其实我不太会形容香水的味道 但是我最近很喜欢就是Burrito的这个香水 还有这个Deep Teak这个香水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 我很喜欢这个尼罗河花园 这个香水呢 是我姐从法国那边给我带的一个礼物 然后它的味道也非常特别 总体来说我都比较喜欢花香类的香水 如果你也喜欢花香类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推荐的这些香水 下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唱片机 这个上面唱片机 然后下面两个呢是储物柜 客厅是没有任何架子的 然后我就正好我觉得它和这两个储物柜的风格比较类似 我就把它放在这边了 我觉得听我喜欢的音乐真的是会让我感觉到很放松 很解压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所以呢我平时很喜欢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 来用这个唱片机放 其实它能放到的声音也挺大的 如果我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让它这样子自己放着 其实也不会太费电 对于喜欢音乐或者说喜欢听音乐的同学来说 你想要听到一个更立体然后更有磁性的这种音效的话 唱片机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每天我除了会喝咖啡 还会喝这个姜茶 Tumorick其实对女性的皮肤还有荷尔蒙 都是有一个调节的效果 长期喝下来呢 我觉得对于皮肤也有一定的改善 尤其是如果你容易长一些痘啊或闭口之类的 其实成年以后长的这些闭口和痘 大多数都是因为荷尔蒙不稳定 或者是压力比较大而造成的 姜黄茶就可以很好的缓解你的压力 还有荷尔蒙 所以呢我还是挺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的 下面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按摩仪 可能长期处于一个劳累的状态 你的肩膀啊没有得到一定的休息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腰酸被疼 这个按摩仪呢我觉得很好一点就是 你可以用你的手控制它的力道 如果你往下使劲的话 它的力道就会比较重一些 如果你就是轻轻的放在这儿 它的力道就会比较轻一些 不管你是学生上班族 还是你想送给爸妈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好 可以让他们也得到就是身体的放松 解压的一个单品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耳机 这个耳机呢是那种专门防噪音的耳机 如果你在飞机上你想听一些音乐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气流啊 或者说外面嘈杂的声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这种耳机 它是非常的静音 基本上如果你戴上以后 打开音乐旁边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听到 其实这个耳机呢是大早买的 然后它买了以后呢就非常喜欢 我有时候呢也会用它来听一些音乐 虽然说它的造型呢不是那么的好看 但是呢它的实用性真的非常高 而且它戴上的舒适度很高 不会太重 像有的这种耳机 它很重的话 长期戴了可能头会不舒服 但是它完全不会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 你想一个人比较安静的享受音乐的时候 你就可以戴上它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睡衣 我的睡衣呢就是这个这种白色的 然后睡裤呢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种纯棉的睡衣呢是让我觉得最舒服 最放松的一种睡衣的材料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 然后在家可以有一个比较舒服 比较放松的这么一个状态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家自己做的这种挂的画 其实这些画都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拍下来的 在宜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卖家具的地方都有卖这种画框 不会很贵 挑一些简单的像白色黑色这样子 把你的照片呢都打印出不同的大小 然后放进这个画框里面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放在家里面 反正每次我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然后回忆起当时去某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开心 也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生活的小乐趣吧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单品 如果你有什么可以让你提升幸福感 或者解压的小东西呢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在新的一年呢也会去尝试一下 喜欢这个视频呢千万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订阅键订阅我的频道 你就可以在每周四都看到我的视频更新 如果你想关注我的生活还有我的穿单呢 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Instagram 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 每周呢我都会更新我的文章 还有我的穿搭在上面 那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一周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自从我化了发型 很多同学就想看我如何打理头发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最新的high routine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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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